当美国政府债务周一20153月处及18万亿美元法定上限及一再延展 说明世界过去人类必须笨刀,不觉醒,长久供养美国人的负债及为美国服务与打工,赚取他们多赢的钱 当美国政府债务周一20153月处及18万亿美元法定上限及一再延展 说明世界过去人类必须长久供养美国人的负债及为美国服务与打工 赚取他们多赢的钱 美国政府债务周一20153月16日处及18万亿美元法定上限 说明世界过去人类必须长久供养美国人的负债及为美国服务与打工赚取他们多赢的钱 依供养美国人的负债及为美国服务与打工 美国债务危机是主权债务危机 主权债务是指一国以自己的主权为担保向外 不管是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是向世界银行 还是向其他国家借来的债务 债务危机是指在国际借贷领域中大量负债 超过了借款者自身的清偿能力 造成无力还债或必须延期还债的现象 其因 美国债务危机是主权债务危机 主权债务是指一国以自己的主权为担保向外 不管是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是向世界银行 还是向其他国家借来的债务 债务危机是指在国际借贷领域中大量负债 超过了借款者自身的清偿能力 造成无力还债或必须延期还债的现象 由于长期的财政赤字 美国债务问题由来已久 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 更使得美国的财政赤字规模达到1.42万亿美元 较2008财年飙升了207% 2010财年美国财政赤字财1.3万亿美元 赤字规模的不断扩大直接增加了政府债务余额 截至2010年9月30日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余额为13.58万亿美元 到了2015年3月16日 美国国债终于触及国会所允许的18万亿美元上限 如果期限到了政府人不提高债务上限 或血减开支 就会开始债务违约 无法偿还美国国债券本金和利息 这种情况可能让国际金融市场陷入混乱 过程 本次债务危机的爆发并非朝夕之间 而是随着美国债务规模的扩大而不断曝露 2.债务上限与美债危机 国债上限是具有美国特色的一种债务限额发行制度 源于1917年 由美国国会立法通过 其根本目的在于对政府的融资额度做出限制 防止政府随意发行国债以应对增加开支的需要 避免出现债务膨胀后资不低债的恶果 如果联邦政府债务总额接近法定上限 美国财政部必须采取非寻常措施来满足承担的义务 3.随着美国财政赤字与债务规模不断攀升 市场与评级机构对其未来偿债能力开始产生忧虑 4.标普为维护美国利益不愿再一次客观条降及与美债危机 把美国定了94年的主权信用评级由AAA及下调至AA加级 这是美国主权信用评级首次遭降级 1.为什么说是维护美国利益 在对美国主权债务降级之前 标普几乎数十年如一日都是将矛头对准别国 1997年标普和穆迪降低泰国政府公债等级和泰国三家主要银行的评级 导致泰铢对美元汇率迅速下降 进而引发亚洲金融危机 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 2000年土耳其金融危机期间 标普等评级机构再次上演相同的一幕 从2010年开始标普、穆迪、惠育三大国际评级机构 先后数次降低希腊的主权信用评级 直至下调至最低级的垃圾级与违约级 与此同时还把降级矛头对准了其他欧洲国家 在标普等信用评级机构的推波助澜之下 2011年欧债危机终于濒临失控 对于欧洲,金融市场已经开始担心 法国可能是下一个被评级公司下调的AAA级的国家 标普中不愿再把降级矛头对准了自己 美国 但是,与其他国家债券应降级或获成鲜明对照 为什么在标普不下掉美国国债评级后 美国并没有原本意义上的债务危机 因为联邦储备银行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央行 可以不断地发行钞票来还债 如果硬说标普把美国降级的行为是义不容辞 投资者难免会追问,安然破产,次贷危机的时候 义不容辞哪里去了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雷曼兄弟倒闭当月 标普依然给出了A评级 恰恰是美国三大评级机构对别国降级之又快又狠 对美国降级之又慢又柔又做假动作 让他们的评级能力和公信力受到了空前质疑 结论,长久,多年来,美国利益集团构建的美国债务经济模式 只有通过债务违约所达成的债务重组才可以 迅速修复美国的资产负债表 使债务经济模式得以延续 并使负债金融主导世界经济的时代得以延续 正是由于三大评级机构的盈利源于美国证交会赋予的 美国评级市场的垄断性评级地位 所以三大评级机构多少年来均不敢违背 美国政府意志于美国国家利益 也正是由于企业发债人是评级机构的衣食父母 那么发债人有可能会要求评级机构出具更高的评级 使评级机构的独立性和利益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 提高美国债务上线法案匆匆过关 令美国暂时摆脱债务违约的困境 然而该法案在很多人眼中是饮证止渴 让美国经济越来越糟糕 美国经济学者哥德伯格·Leonard Goldberger 在接受中心社记者采访时说 目前出台的美债法案所起到的作用 仅仅是令美国勉强度过了眼下的债务危机 两党协议没有解决根本性的问题 只是一再把球踢到更远的未来 5.2015年其2016年未激烈美元和美国 可能因此而遭遇信任危机 如果市场对美国债务问题的担忧仍然存在 如果美国的利率水准可能面临上行压力 这就意味着 未来美国将进入一个相对较高的融资成本时代 不仅当前沉重的债务负担进一步加剧 未来较高的举债成本无论对投资还是消费都是灾难性的 6.2015到2017美国债务及美元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自金融危机以来 债务危机一直困扰着全球经济复苏的步伐 欧洲多国都曾因为债务危机陷入经济困境 对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经济的复苏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和全球经济、金融、科技、文化中心 如果以举债规模 美国爆发的债务危机 必将千百倍于希腊举债 对世界经济产生更深远影响 美国债务危机对全球货币体系的影响 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确立以来 美元的价值其实是由美国的国家实力作为担保 但问题是 过去由于没有替代货币 过去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不会有大的变化 但是短期内情况由于去美元化及石油及许多国家双边决算非美 货币情况已经有所大大改观 美国债务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由于中国持有最大美国国债高达数万亿美元 各国减少中国美元资产组合损失的机会 逐渐去美元储备 多掌握一些黄金或当储备或使用 当美国政府债务周一20153月触及18万亿美元法定上限及一再延展 说明世界过去人类必须笨道 不觉醒 供养美国人的负债及为美国服务与打工 赚取他们多赢的钱 静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